現在叫你預測的加息幅度 其實大家都是看著利率期貨 好,我們有幾個scenario 第一個,如果今晚真的加息75點子 你覺得美股的大市會怎樣走? 我想加息75點子的話 就應該是price inside 所以我覺得反而這一點 就未必會影響到市場怎樣大波動 因為你只是走回原本預期 變成可能那個焦點 就落回企業職位的 我覺得 還有我想要看看鮑威爾會怎樣說 就是說接下來的通脹是怎樣的 經濟數據是怎樣的 我想它一定是偏映的 我自己猜 因為始終你見到近來是一個市反 但是大家覺得都是衰退 然後加息都可以減慢 甚至乎減息 但是我相信你也知道 下半年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就是接下來的中期選舉 對嘛 那變成你的民怨這麼厲害的時候 你通脹這麼高的話 一定不行的 所以它一定會把焦點 一定會在通脹上的 那它就一定要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 就是看一下那個口問有多誇張 那我覺得你說如果以近來反彈的勢頭來講 那我想你彈到這些位置 那看到這兩天都回來了 那我想大家都是害怕的 那我想大家都是害怕的 那所以看看這個口問是怎樣的 那就是好像剛才所說 看看一些業績的情況 我想0.75%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 反而一厘就有點害怕 是的 因為一厘就真的完全沒有 因為你起碼利率期貨顯示 一厘好像現在是兩成 兩成半左右 而且你看到近來的數據 亦都不會支持到要加到一厘左右的水平 就是你看到經濟數據不是太好的 經濟數據不是太好的時候 你加得那麼厲害的話 那你又怕不怕走回另一邊 衰退那邊呢 我想中庸知道 0.75%應該正常的 是的 因為市場現在都普遍預期 還有聯儲局的期望管理 就是他都告訴大家 大概都是這樣 如果又很出乎預期 其實對他們的誠信 或者大家都又有打下折扣 嗯